近年来,台湾的政治选举胜负 结与民调预言似乎有着成正比的准确度 尤其在目前绿营全权执政的时代 绿大云南,六都直辖四中九四都市绿营执政 面临2018选举大战 台北市长依旧会是柯文哲吗 高雄市长成居北上后 他的接班人又会是谁 以及被封为赖神的台南市长大卫 接班人选更是风起云涌,诡局多变 而这些选举前的民调预估 似乎成为台湾选民指标性的依据 那么这些民调准吗 不少民众对此抱持着很大的疑问 中间选民可以相信这些民调为依据吗 为坚持媒体把关民意的公正度 本涉及的大话新闻不惜耗资具的成本 研发一套结合目前最盛行的社群平台 脸书Facebook网络民调系统 看称是最严谨最精准务实的网络民调结果 据统计前年Facebook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高达16.5亿 而台湾的月活跃用户数就有1800万 民众使用Facebook社群网络比例约85.7% 也就是平均每100人就近86个人使用 顾本和网络投票系统就是借由Facebook会员登陆参与投票 为求最严谨最精准之民调结果 该系统民调作业是将某地区特定族群 对某特定议题做主动筛检删除取向 也就是台南市的议题只能标记在台南市的市民才可投票 其他县市网络会员投票后 系统将于两日后自动删除 以杜绝网络贯票及重复投票之嫌 并可防止数据机重启 重新拨号连线 或以程式更换IP等方式随意贯票 即使在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商场上 公众或消费者的意见也是此系统自身关键 雇政府施政要顺利民意 选战竞争同样也要顾及民意 记得多多好谈谈蔡宝导